今年受到貨水較少的影響 露天災情的小番茄 三龍是被捕捉三分之左右 沒賺一公斤達200塊 介紹有錢不錯 因為一般你如果透光性不好 就只有咖啡品質已經不好 所以你以前要給金山 最後去給糖金 就是強調 立正對咖啡的行動來說很重要 所以高農管理減少三龍 也沒有管理品質降格 所以沒有讓小番茄生到 蓋到蠻糊糊 高農也表示 市民上小番茄 大概有分量的平靜 分別是玉米小番茄和美女小番茄 米露和藥露的產品就是 藥露它本身正式我比較厚 它很薄皮 那米露它皮比較厚 它的效果率比較低 所以就是說 以前就是藥露比較好 高農表示 今年露天災 整個小番茄三龍是比 去年多很多 第三季大概是三個月 高農也將七色採取到農曆過年前 介紹你以北市的藥露來講 廣金都在二十五左右 你如果北九看得很好的 二十二十公斤作用 現在這個計劃算好嗎 如果醫生我來講算 計劃很好的 對 醫生我來講不一樣 它有分價值跟不價值 價值它的計劃更好 品質更穩定 農民說 各大有十天 就換載進蚌蟹的小番茄 在今年 民鄉農會的載度替農民 向農委會 進出五分多塊的蚌蟹設施補助 差不多九十九年 一百年 一百零一年 三年 我會向農委會 我們的農糧食 來進出差不多 中間差不多一千一萬 的這個溫室補助 不管是露天災情 還是蟹是災情小番茄 農民都很願意來災情 因為三節讓他們笑笑 三節能夠有空口 搖晃並用養 才很不得